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今天开放的电话语音投票的题目呢 就是昨天最高法院做出的统一见解 就是有关于幼童的性侵案 要采用的是221还是227 两个法条呢 现在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说 7岁以下的幼童如果被性侵的话 就直接用221这个法条 比较重的刑期来判决 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呢 大家满意不满意哦 够了没有 而昨天最高法院 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出来之后 其实各方反应很多 基层法官呢 有人批评这是法官造法 不过呢 包括了儿福团体跟妇女团体 则认为说 保障的只有7岁以下 那么7岁零一天的人该怎么办 最高法院的法官形势 会因经过了激烈讨论 也做出了统一见解 只要性侵7岁以下的幼童 全部都以加重违反意愿性交罪来论处 最高法院之所以会做出 这样的决议最主要是良情 女同性侵案轻判 文友和社福团体串联 9月25号10万人上街呛法官 还有总统马英九也说了重话 最高法院7号的判决绝语文是 只要性侵7岁以下幼童 全部以加重违反意愿性交罪 重判7年以上星期 民法第十三条规定是 未满7岁之未成年人 无行为能力 对未满7岁的儿童性交 就是视等同于 这个 违背他的意愿 甚至可能他的程度 是不下于强暴的方法 性侵幼童被轻判 在社会引起舆论批评 要求修法的游行 在五都大选前的时刻 最高法院终于达成决议之后 再有类似的案件 不会再有侵判的情况 今天新闻台北 中文报道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统一见解 大家满不满意 其实在立法院里头 已经说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刑法修正案 列为最优先法案 不过呢 立委们提出的版本 其实是应该加重刑期 希望呢 这个本刑就能够超过20年 到底这个样子的修法 在立法院里头 会不会很快的通过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 台湾新光大道 昨天最高法院 开了三个多小时的会 50多位法官 他们开会的最后 还是用表决的方式 才决定了 昨天统一见解的结论 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议 在这三个多小时的会议当中 总共与会的庭长跟法官 总共54个人 其中还透过两轮的表决 在最后才得出这样子一个决议 就是7岁以下的幼童被性侵 一律使用加重强制性交罪 那其中两个案子在表决呢 第一案叫做假说 就是说呢 因为罪行法定跟法律的明确性的原因呢 所以呢 未满14岁的幼童被性侵 应该要用227 就是不要用221的加重 那另外一说呢 就是丙说 这是现行 所谓的假说 就是现行法官 大部分所采用的是假说 那丙说是另外提出来 是说7岁以下的幼儿 等于没有同意的能力 就是他没有行为能力 你不要再去管他 有意愿没有意愿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就直接用221 所谓的加重 不要再去用227 就是普通的 那假说跟丙说 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刑庭会议当中呢 表决了两轮 最后才这个由丙说来获胜 第一轮投票假说就是 赞成应该用现在的这个判法 就大家批判恐龙法官的这个判法是 20票丙说是26票 其他还有可能这个 以说跟丁说 不知道什么内容 总共只有8票 那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这其他两说呢 通通都进入丙说 大家都认为应该要修改 所以现在是假说20票 丙说34票 最后呢 才有一个最新的决议 这个决议呢 现在为止大家满不满意 仍然是有争议啊 为什么只有7岁以下的幼童才能够适用 这个221 不要管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然后呢7岁以上到14岁还要去处理意愿的问题 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啊 第二个这个刑期到底够不够重啊 其实立法院现在也说 如果法务部要来修相关的法令的话 他们会列为最优先的法案来审议 那立委田秋景提出了一个版本 他认为说就算最高法院有这样的决议还是不够 他们认为应该要修改刑法227 就直接在227去修改 增列对14岁以下的儿童性侵的罪犯者 就要定本刑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而且不得假释 就是至少要关20年 那另外呢 国民党的杨丽环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加重性侵未满12或14岁以下儿童的刑责 并且要仿效美国的梅根法案的制度 就是说这个性侵嫌犯出狱之后 要标注身份公告周知 以防范他下一次继续犯罪 那至于法务部会不会照这个方向去修法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法务部门要提的修改方向 其实是跟昨天最高法院的见解一样 就是7岁以下的幼童被性侵 就是用加重强制性交罪 就是用221就是要判7年以上 这几个版本在立法院里头 立委现在比较倾向怎么处理 其实这个问题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你可能听个不少啥 其实正本清源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回到民国88年那个时候的修法 其实今天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法律里面 把它弄成一个违反其意愿 其实真正当时从刑法学者台大林三田教授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想义宏大哥可能也知道这一段 就是说他基本上应该是用致死男女抗拒 也就是说你造型他没有办法抗拒的方法 你对他行性侵害的时候我就可以处罚你 那因为我们当时妇女她的主张 喜欢说违反她的意愿 所以才会有今天说是7岁是14岁是18岁是几岁 所以是不管几岁都一样就对了 在公寓的方法就是说致死男女抗拒这个标的 来当过一个标准 然后再来讨论年龄的问题 还是说用现在就说只要是违反其意愿 那问题是一个7岁小孩子 他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判到意愿 那8岁就可以吗 9岁就可以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 第一个正本性会嫁的基础要回到一个根本 要把意愿这件事情处理掉 意愿这个东西要不要保留还是用致死男女抗拒 我个人比较倾向你用致死男女抗拒 然后再来才去讨论到说用年龄要不要加重 对对对对 庭秋勤委员的是14岁 法务部的是7岁 那有人认为就说搞不好我16岁以下 民法16岁以上可以结婚 那我16岁以下也可以啊 所以这个东西到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再根据台湾的现实社会的情况 跟整个社会的看法 然后法律专业的见解 我们来做讨论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今天关键不在年龄的问题 关键是在那个基本的强制性交罪里面 所谓的传统强奸罪里面 你当时去改变 用以其有没有违反他意愿为标准的时候 造成今天恒生之节利多被分 造成更大的分歧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做理清 其实这种罪越修越复杂 我最早在念的时候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强奸罪 强奸罪 强奸罪是违反他意愿 违反他意愿 对妇女什么强暴胁迫 安民药什么 安民素用药物什么 违反他意愿都叫强奸 那如果不违反他意愿的呢 未满14岁的 他同意也算强奸 所以很简单嘛 就是你同意的 女孩子同意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14岁以下同意的 同意也不行 也不行也算强奸 不是很简单了吗 所以要把医院拿掉叫男女抗拒 对14岁以下他男女抗拒 那你讨论医院的问题 你对14岁以下的男女抗拒 最早就是这么单纯 那抗拟团体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我告诉你 最高法院刑庭法官 开这个会议有试说 嘉义丙丁试说 表示说用哪一说 都有他的法律依据 试说都可以都不违法 都不违法都有他的法律依据 那你现在的结果是 你虽然现在是通说 就是用年龄来分 其实还有20个法官不同意 但是他还是要接受这个拘损 即便他不同意 好那不管做什么样的统一的见解 还是有人不同意 那最高法院法官 已经做成统一见解的话 他就有拘束下面法官的效力 好了现在换外面的团体不满意 立委也不满意 民众也不满意 扯来扯去理由都是一样 7岁以下 那7岁加一天呢 我最讨厌这种说法 那满20岁 那20岁加一天呢 一样14岁 14岁加一天呢 老是在扯这个问题 选举投票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你一般那百分之五十一 跟百分之四十九 差多少 就差一个当总统一个没当总统啊 那我不够去多那两万票我就当总统了 那你说那另外那个意见就不必重视吗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法院本来是不应该要投票的 但是最高法院 它是终审法院 它当然要做是统一的解释 让下级法院有所遵循 不能说每一个 你叛将我叛将 四说耶 你可以用这条 四说都不为法 你教权它怎么怎么依循 所以每一个法律都可以有四说吗 有的有的六说有的八说 还可以有六说 多啦 八个可能性 对啊 就是为什么 那是立法院的问题 为什么恨乱 没有 不是立法院 统一法桥的解释 解释角度 统一法桥的解释 就有这么说这么多说了 所以为什么终审法院碰到有见解 有奇异就是要开会 我一直说要开会开会 果然开会的 开会做成统一解释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不满意 你先告诉我要怎么解决嘛 他要二十年啊 我告诉他 我跟你讲 我首先要向委员表达我的浅见 我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我觉得要修 我赞成 但是要修的简单 而且没有矛盾 而且没有冲突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修法是 221条 就是说14岁以下的受害人 除非明确表达合意 试用之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 那我为什么 我举例来讲 他昨天的统一见解 其实就是把你14岁 不一样不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 你回去研究看看 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现在就举个例子 我觉得委员们现在 就是红灰桃 还会加码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举个例子 田修景委员 田修景委员 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 算是一个好委员 但是他现在严刑峻法 要把它加在什么 加在227条 这是很可笑的 227条原来叫准强奸罪 什么叫准强奸罪 就是说那个犯罪的人 但是恶性没有那么重 而且对方被加害人 也许就是误导或什么 所以是比221条罪行轻的 你现在田修景委员 要把一个加重的东西 放到227条 这不是立法条文上的矛盾吗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观众一面倒 对不对 这个我昨天就猜到了 为什么会不满意呢 两个原因 就是七岁以下的 还是只有七年 十年以上 他们认为这个太轻了 二十年的 十五年都觉得太轻了 还有呢 就是超过七岁的 又回到227条 他们认为 这个还不是犯了老麻烦 这我也同意 所以当然 这个会 绝大部分人会不满意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今天会务没有来 会务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讲那个一千一百个 被判的 对不对 只有七个 五个 五个超过 超过五年以上 超过五年以上 对不对 好 那他说 那如果是恐龙法官的话 那一千一百个恐龙法官 那如果要退偿机制 一千一百个要退偿 他甚至质疑 这些开会的 五十几个法官里头 有多少 你们做这样的驳回 你们做这样的判决 现在出来了 现在开会结构 26 34 对啊 就是五十四分之二十 五十分之二十 五十四分之二十 坚持要维持现状 对 就说现状没有什么错 这个占百分之几 百分之三十七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认为现状没错 照这些网路上 这些不满意的群众 有三分之一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是恐龙 最高法院 所以你放心好了 以后法院不是国民党开的 法院是恐龙开的 你知道吗 太可笑了吧 一路走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个素养经验 都这么丰富的高等法院 不是地方法院 高等法官 都变最高法院 都变成恐龙了 因为他们不愿意认错 不是 他如果认错 就是他过去都错了 这无所谓对错 不是 这个他们学法 一路学法过来 他有一定的坚持 他对条文 有人认为 这有活动空间 有人认为这绝对没有 这个就治论治 这个不能乱动 这个乱动 这个就乱了 你看今天施改会的看法 施改会的看法 你去问问那些 要施改会的人 同意施改会的看法吗 施改会看法非常不同意 昨天最高法院的讲法 他说法官造法 而且剥夺了立法委员的立法权 乱了 你知道吗 施改会的意见 所以我跟你讲 民粹 所以施改会也是假说吗 我跟你讲 民粹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绝对立法委员 不能站在民粹的上面 去散风点火 这非常小心